为什么村发可以这么晃 这是一段90年代的录像 大街小巷上全都是踢球的少年 范之一曾说过 我们那个年代如果想踢球 跟父母说一声就行了 那个时候 商场里全都是双星牌的足球鞋 那时候的日本最害怕遇到中国队 如果中国队不能领先日本两球以上 那么就会受到球迷们的谩骂 对于老一辈的人来讲 足球不只是运动 更像是一段尘封的记忆 所以当村发开始时 路边的商贩会毫不犹豫地扔下摊位 爬到树上观看比赛 即便膀胱已经处于炸地的边缘 手中的蒲扇在36度的高温面前显得杯水车薪 但观众席上也没有一个离开的人 人们心中的热情早就超过了36度 年纪50的大叔驱车数百里 只为亲身感受一下村发的氛围 虽然运气不佳没有抢到席位 但听到欢呼声时 他的脸上便会浮现出笑容 仿佛回到了那个 净花水月般的童年 这几年我们迷失了太久太久 错把生存当成了生活 但至少我们已经开始寻找 那些遗失的美好 就像当观众们的合唱 被突然的跳杂打断时 人们的第一反应不是离场 而是默默地打开手机照明功能 一同用歌声诉说着心中的美好 这一年不明 这一年不明